来看看新闻网 他便禁止向粉丝群走去 大方送上签名令现场一片沸腾 身为上海女婿的陈一迅一亮相红毯 则忙不停地和家乡人民套近乎 不过当天最高的呼声 还是出现在节目录制现场 当罗大佑 陈一迅 郑军 张子怡四大明星观察员 琪琪在嘉宾席中亮相时 现场粉丝们不遗余力地 挥动着手中的荧光棒 虽然陈一迅和张子怡 都是首度担任观察员角色 但相比歌手出身的陈一迅来说 张子怡则稍显现气势不足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歌手 支持我们 其实从该节目筹备之初 国际影后张子怡能否胜任观察员一角 始终在大家的心中 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资深导师那英 就曾公然放下狠话 力劝张子怡 别搬凳子砸了自己的脚 张子怡 对 做一个唱歌比赛 我祝她成功吧 因为这很难做 因为你也带出了一个冠军 你觉得是 她带不出来冠军 这很难评 这东西就是这个 最唱歌的技术 隔行如隔山 这是我对她的劝告 而从当天录制现场的情况来看 张子怡不仅十分亲切的和选手们亲切问答 还不时的和一旁的陈一迅 窃窃私语 搅换心得 努力做好新角色的扮演 我的选择大家熊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不过面对心仪的选手 张子怡也丝毫不会客气 更和身边的陈一迅多次交锋 这边 天津去香港有点远 天津来北京比较方便 所以来我这也可以 因为不是歌手出身 张子怡抢选手 不如其他评委 那么有底气 因此面对实力不凡的学员 张子怡选择劲走偏锋 动用自己在娱乐圈的人脉 韩大哥 我觉得你不仅能站在我们中国最强音的舞台上 我还要介绍我的好朋友何久给你 你可以去大咖秀 原本以为张子怡只是一句玩笑话 谁知道何炯果真现身回应 也给所有的观众一个惊喜 大咖笑什么行啊 他不需要扮演别的大咖 他本身就是大咖 而张子怡的表现在同为观察员的政君看来 极有可能使他在事业上的一次漂亮转身 子怡呢 虽然她不是歌手 但是子怡她经历这么多事情 她历练的她有很好的她的审美的判断 所以就大的方向上 这几个人不会有大的差异 写日再见 上海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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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